男人過了二十歲 就不能再像小孩子一樣裝電腦了 有你的名字我的聲音 那悲歌總會在夢中清醒 訴說一點愛上過的往事 看似漫無彩虎轉過身體 是風乾淚眼紅蕭瑟的影子 不明白你是我一何人世間面 總不能融解 Hello 大家我是翼王 這次的視頻我們來組裝一整套成熟風格的電腦 並且因為英特爾今年發布了它們的獨立顯卡 這次的裝機會是神奇的9i性感配置 要想組裝一套成熟風格的電腦 首先主機要有一個成熟的外觀 也就是需要選擇一款點藏機的機箱 這裡我們選擇的是 只有在傳說之中才能看到的橫置機箱 內部主板是打橫放屏 不會出現顯卡扯壞PCIe槽的情況 而且上面還可以放一台顯示器 非常的方便 這個機箱生產於2000年6月8日 感覺比很多看這個視頻的觀眾年紀都要大了 機箱的前面板上 甚至還有一個奔騰3的標籤 可惜賣家在使用去黃季處理機箱的時候 連這個標籤的顏色也洗掉了 機箱在買來的時候裡面還附帶了一些贈品 一個是傳說中的 排在C盤之前的軟區 另外一個是經典的48速的CD光區 這兩個都是時代的眼淚了 這個機箱還附送了一個21年前的電源 品牌我甚至都沒有聽說過 裡面不用說是經典的半橋結構 沒有看到PFC 當年應該還沒有相關的節能標準 但是EMI電路是有的 現在一些山寨電源 甚至還不如這個20年前的古董電源的水平 比較有意思的是 電源上面額外還有一個220幅插座 用來給顯示器供電 這樣整台電腦就只需要插一根電源線就行了 非常的方便 機箱的正中間有一條有比較厚實的鐵皮彎折成的橫樑 難怪可以頂住當年的大屁股CRT顯示器 雖然是22年前的機箱 但是內部其實已經是標準的ATX架構 可以兼容現代最新款的主板電源和顯卡 就是這個機箱在設計的時候 風道方面的考慮沒有這麼的成熟 畢竟當年的電腦硬件也沒有這麼高的散熱需求 一個成熟的男人並不代表他就是落後的 內在還是要與時俱進 所以CPU的主板 這次使用了英特爾最新的13代Cure i7-13700K 加華碩ROG Maximus Z790 HERO的組合 i7-13700K擁有16核心24線程 主頻最高可以達到5.4GHz 還能超頻 應對目前主流應用和遊戲非常的輕鬆 Z790 HERO也是ROG最新的一塊高端主板 它有著高規格的供電 豐富的擴展接口 超帥的外觀和RGB燈效 不過這些都不是重點 最關鍵的是 它有著英特爾的2.5G有線網卡 和WiFi61無線網卡 再加上英特爾Z790芯片組 以及CPU到這裡就達成4個i了 一個成熟的男人還要有勇於開拓的精神 英特爾今年推出的ARC獨立顯卡系列 就是這精神的完美體現了 所以這次裝機使用的顯卡 是英特爾ARC A770 而且還是16GB顯存的公版卡 公版A770的散熱器為雙風扇設計 顯卡體積在今天來說算是非常的精緻小巧了 只有雙槽的厚度 也基本沒有超高月間設計 非常適合像這次的小機箱環境 A770公版的外觀觸看上去非常的低調內斂 整體給到人一種沉穩的感覺 不過實際上它的風扇側邊背板都是帶有幻彩ARGB燈帶的 點亮之後非常的酷炫 從顯卡側邊還能看到 它的供電是傳統的8加6PIN接口 A770除了DX12遊戲有著比較大的優勢之外 英特爾的驅動團隊也有針對傳統的DX9、DX11遊戲進行持續的優化 關於這一塊等一下裝好機之後會進行一下測試 同時ARC顯卡也是業界最先支持AVE視頻格式的硬件編解碼的 對於視頻創作者來說也是非常友好的一張顯卡 一個成熟的男人要時常保持冷靜沉著 因為這次使用的機箱誕生的稍微找了那麼一點點 當年還沒有想到CPU的發熱量能這麼大 所以散熱器的高度限制是比較大的 不能上強力的風冷 於是這次使用的CPU散熱器是VK瓦爾基裡的1360一體式水冷 除了搭載了全新的高性能超瓷泵以外 VK這款新水冷的最大賣點在於它在冷頭上面搭載了一塊2.4吋的屏幕 通過射手座控制中心,可以自定義上面的顯示內容 包括顯示電腦中的各種參數等等 背景還可以播放各種格式的視頻動畫 比如景裡就非常的合適,可以幫家人祈福 一個成熟的男人既要細心又要有寬廣的胸懷 所以這次的硬碟使用了兩個 一個是英特爾760P256G 這個容量用來做系統盤剛剛好 另外一個是英特爾的企業級硬碟P4610 3.2TB 用來存學習資料可以說是非常的棒了 活到老學到老嘛 一個成熟的男人要有挑戰精神 所以這次使用的內存是目前DDR5之中 差不多算是超頻能力最強的海力士A代顆粒的 搭配風罩的馬匣 即使沒有專門的風扇去吹 敲到6600也是非常的輕鬆 一個成熟的男人要能長能短吧 能屈能伸 所以電源這次使用了全漢的Hydro PTM-X Pro 1000W 這款電源除了是白金牌加全模組之外 最大的特色在於它的長度只有13公分 甚至比ATX標準的14公分還要短 對於這樣的小機箱環境可以說是非常的合適 可以有更多的理線空間 一個成熟的男人還要有高效的溝通能力 所以最後我們還給這台主機加了一張 英特爾的四口萬兆網卡 X720-DA4 可以介入高速的網絡了 當然裝它同樣也是為了在機箱裡面塞下更多的i 零件齊全,那麼開始裝機 因為這次選用的機箱雖然老,但是已經是ATX架構 所以大部分的硬件安裝過程其實都是比較常規的 不過從水冷開始就要進行一些改造了 首先為了確保更好的進風 不是什麼大手術 雖然機箱的前面板上是有一些進風口的 但是因為冷排位置距離機箱前面板較遠 進風效果其實不太好 所以我們還加了一個導風罩 是用薄的塑料片彎折成的 單靠電源上面的一個風扇 熱量的排出同樣也是非常的勉強 所以我們在機箱上面增加了排風扇 因為空間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裝不上通常的12公分 甚至89公分的機箱風扇 所以這裡裝了幾個4CM超高轉速的工業風扇 當然這幾個風扇是可以調速的 實際使用起來只要開到兩三千轉 就可以滿足散熱的需求 不會玩一個遊戲就起飛那樣 最後是軟區的位置 我們裝上了USB3.0接口的面板 讓這個機箱在現在使用起來更加的方便 主機裝好之後 看上去基本上還是原來成熟又經典的味道 在點亮之後 透過光區位防塵擋板 隱約能看到內部冷排風扇上面的RGB燈 意外的還挺漂亮的 除了主機之外 外設不用說也要延續我們的成熟風格 首先鍵盤是櫻桃的G80-3000 根據櫻桃自己的說法 這款鍵盤是1989年出品的 並且一直賣到了現在 不得不說是經典中的經典了 一看就還是當年那個味道 然後我們搭配了一款超級經典的鼠標的復刻板 是微軟的Pro Intelli Mouse 延續了傳說中的IE3.0的外觀和手感 但是用上了先進的光學引擎 以及說起來這個鼠標的名字上面也有一個INTEL 到這裡就有9個IE了 還有顯示器既然要追求經典 那肯定要堅持到底 不上CRT大屁股顯示器怎麼行呢 所以這次使用了索尼的經典特立龍管顯示器 Multi Scan G500 它比後來的G520聚焦表現還要好一點點 它有著超強的可視角度 最大分辨率是2048x1536 然後在1600x1200分辨率下刷新率可以達到95Hz,非常的漸進 並且CRT獨特的點震效果 用來玩懷舊像素遊戲的表現也是非常的好 和液晶顯示器放大後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最後是音箱 這次選擇了後來被創新收購的劍橋音響品牌的PCWORKS 4.1 4.1環繞聲音箱 當年劍橋音響的PCWORKS 2.1 可以說給電腦音箱市場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而現在這款4.1 音質如何先不說 這個白色的外殼一眼看上去就非常的典長級 拳套裝起來之後最終的外觀是這樣子的 一眼看過去簡直就好像是回到了20年前 還有這個操作系統 雖然它實際上是最新的Windows 11 但是它桌面的壁紙 還有任務欄的外觀 都改成了經典的XP的樣式 這套電腦組裝起來之後 我們進行了一下簡單的超頻 CPU i7-13700K P核全部超到了5.5GHz 內存雖然在這個機箱裡面散熱條件不算太好 但是也超上了雙通道66C32 這裡簡單的跑了一下測試 在3DMark中不用說表現非常的好 不管是CPU還是顯卡的部分 運行3A大作也並不含糊 2077-1080P原生超級畫質下 平均幻均可以去到66幀 而英靈電1080P極高畫質 體積雲開中則是可以去到77幀 遊戲體驗還是非常不錯的 Intel的ARC獨立顯卡一直都被說是DX12遊戲表現很好 但是老的DX9、DX11遊戲表現不行 不過實際上Intel一直有在努力針對老遊戲進行驅動優化 而為了確認這一點 我們拿10月份A770首發時的驅動 和官網最新版驅動跑了一些DX9和DX11的遊戲作為對比 首先我們打開DX9經典遊戲CSGO 在1080P下進行了比賽的回放 當畫質設置開到全滴的時候 新版驅動提升基本上在80%左右 如果切換到高畫質的話 很多地方新驅動甚至能有翻倍的幀數表現 然後是同樣追求高幀率的電競遊戲RL 同樣是遊戲的回放 在DX9模式 1080P最高畫質 盜亂鬥之中 新驅動可以獲得70%-80%加的幀數提升 LLDX11某日下 新舊驅動的幀數表現差別不大 不過舊驅動也可以經常上到300幀 帶動高幀率的電氣顯示器 已經是非常的輕鬆了 DX11的單機遊戲我們也跑了幾個 古墓11之中新驅動提升大概是5% FF14的提升是3%多一點 而提升比例最誇張的是彩虹6號圍攻 換了新驅動之後 平均幀數從84提高到了快260幀 已經是達到3倍的幀數了 在短短的兩個月裡面 DX9和DX11的老遊戲有如此之大的進步 Intel的驅動團隊還是有在認真工作的 最後我們考了一下機 看一下這台電腦的實際散熱表現 經過IDA24 FPU加甜甜圈雙烤20分鐘的測試 這台主機依然是沒有出現過熱的情況 噪音也不算太誇張 總之這次在這台20年前的機箱裡面 裝入最新的高端硬件的改裝還是比較成功的 我們擁有了成熟的外觀 和先進的電腦使用體驗 老婆問起來 你也可以說這台是懷舊紀念品 價格並不貴 是用來紀念你逝去的青春的 這樣也就不容易被換成臉盆了 好 那麼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點贊和評論支持一下 新觀眾在這邊點一個訂閱 就不會錯過後面的精彩影片了 我是翼王 下次再見 掰掰